对于这个out值的计算,咱们可以看,其实也是蛮简单的,就是说我们看这里有四个循环,咱们现在的这个做法只能说是一种最基本的做法,但是这种做法它的效率是很慢的,但是比较好理解,所以说咱们就先来看一下用四个负循环怎么来做这个事。 首先,最外层一层循环是什么?最外层一层循环是循环这个n,n代表着咱们的一个图像样本的index,咱们就要拿,比如说一个by池里有64张图像,那么对于这个by池里的64张图像,咱们都要进行一个卷积的操作吧,所以说这个最外层的负循环,它是对于一个图像来说,就是说一张图像一张图像进行卷积,然后呢这个第二层的循环代表什么? 第二层的循环代表着你filter的一个个数,咱们是不是说咱们现在想得到,我们看我刚才定义多少,咱们刚才定义的是一个32吧,也就是说咱们想要得到32张特征图吧,在咱们想得到32张特征图,咱们需要一个特征图,一个特征图的去算,这个就是说,因为每个特征图它的一个filter都是不一样的吧,所以说咱们需要一个filter,一个filter去算。 好,这是咱们的第二个循环,那么第三个循环呢,就是说,咱们是不是说在这么一个区域上,咱们要进行啊,就是说要选择出来这么一个窗口啊,这么一个窗口呢,它是由h和w来组成的,咱们需要啊,在这个h6和, 啊,就是说在这个h6和w代表咱们最终的一个结果的一个大小吧,在结果的大小的里边的每一个值,比如说这里边28乘28里边,这里边的每一个值,咱们都要算出来吧, 那么这两个负循环,就是说去算咱们out,就是说得到结果里边的每一个值啊,就是说,咱们这四层负循环啊,就是说,先从这个图像开始,一张图像一张图像来算, 然后呢,一张图像,咱们要算每一个filter,对于每一个filter呢,咱们要算每一个filter,那么一个点的计算结果, 那么这个out,里边的这个index啊,看ifjk分别对应着第一个,第二个,第三个,第四个啊,也就是说, 最终咱们想算出来的这样一个特征图,就是通过咱们的这个四层负循环来帮助咱们计算完的, 怎么算呢,刚才给大家说过了,就是说,我们拿代码来看吧,咱们先来找个东西啊, 先找这个,来看一下,先找这个padding啊,咱们在padding里是不是取了一个区域啊,我们看, 这是xpad,对吧,xpad里呢,我们取了一个区域,先是取这个i,代表着咱们的拿出来第一个图像, 这个冒号呢,代表着咱们取这个图像的所有深度啊,也就是说,取了三个通道,RGB,三个通道都取到了, 那么第三个参数呢,咱们来看,先是一个G乘S,冒号,冒号就是说,从左边到右边, 右边呢,也有一个G乘S,哎,它多了一个HH,一开始,这是等于0的吧, 也就是说,咱们要指定出来这样一个,在这画吧,要指定出来,这是原始图像, 咱们要指定出来这样一个小区域,先对这么一个小区域进行一次卷积的计算啊, 卷积的计算,这是取到了卷积要计算的一个宽度,长度啊,就是H, 然后呢,这个是咱们卷积要取到的一个W,啊,就是说,咱们取完了之后,这个这个小的, 对于这个小的来说啊,左边的是它的一个H,下边的是它的一个W, 咱们啊,这一步操作就是说,取到了它这么一个小的区域, 对这么的一个小区域呢,是不是要进行一个内积的计算啊, 内积的计算成什么,成上咱们的filter吧,也就是咱们的W吧,咱们刚初始化好的, 咱们乘上第几个W呢,咱们通过这个循环来给指定好了, 哎,就乘上,那么一个filter就完成了当前filter的一次计算, 这是一个W乘X吧,咱们不要忘了,最后还要加上一个B, 那么,就是说在这个负循环里吧,咱们不断的进行循环, 最终呢,咱们就可以算出来这样一个特征图的结果, 也就是咱们把这个28乘28这个特征图啊,每一个点值都给它算出来了, 这样咱们就完成了一次卷积的前向传播的过程, 前向传播咱们说完了,咱们就是这个劲儿啊, 咱们再把这个卷积的反向传播啊,咱们再来说一遍, 卷积的反向传播啊,咱们也是,咱们来看吧, 前面其实是一样的,咱们就不再多说了吧, 其实前面都是一模一样的,前面说完了,咱们再来说一说, 就是说咱们反向传播的时候是不是要算这个DX还有DW还有DB啊, 要算这三个值,咱们该怎么算呢, 这些操作啊都是跟咱们前向传播是一样的, 还是去做这些处置化,还是去算这些值, 反向传播的时候呢,咱们来看, 还是这么四个复循环吧,对吧, 跟咱们的循环啊是一样的, 只不过说呢,咱们刚才啊是一个从上到下, 就是说,怎么说呢,就是说一个顺序的操作, 咱们这回啊变成一个反序的操作, 咱们来看,咱们在这里啊, 先是找出来这样一个窗口吧, 先是找出来这样一个原始图像的窗口, 然后呢,对于这样一个原始图像的窗口啊, 咱们来看,DW等于什么, DW是不是等于这个窗口乘上一个Dout啊, 咱们刚才是不是刚讲完啊, 这个Dout是什么吧, Dout就是说上一层传下来的梯度, 在上一层传下来的梯度上面的一个值, 我们看啊,咱们前向传播等于什么, 前向传播是不是这个IFJK啊, 它是等于咱们的一个输入上面的, 拿这个IFJK啊, 等于咱们的一个输出结果啊, 咱们这回指定什么, 咱们这回指定的是一个Dout吧, 也就是说咱们需要找在Dout上找到一个点, 那么这个点呢, 是对应着这样一个window, 咱们这点好像代码意思啊, 就是说, 嗯,这点好像代码意思啊, 就是说, 找到这个Dout上每一个点, 对应着那个window, 啊, 咱们来画一下吧, 哇, 这个没块没地方, 在这画吧, 比方说啊, 这个是个Dout, 咱们来写一下, 这个是一个Dout, 然后呢, 这个是咱们的一个输入, 咱们要干什么, 咱们就要找出来Dout上每一个点, 钉着输入上的一个小区域, 是哪个小区域, 咱们就要做这么一个事, 找到了这么一个事的时候啊, 咱们用一个乘法操作啊, 就是, 嗯, 也是一个, 跟咱们前向传播差不多, 咱们前向传播是, 通过这个W乘上这个区域, 等于这个吧, 咱们这回呢, 是用Dout乘上这个区域, 咱们要算出这个W是等于多少吧, 咱们是通过这个方法, 把DW给它算出来, 咱们就是反向传播啊, 咱们要找到咱们的Dout, 对应的window的一个大小, 然后呢, 用Dout上的一个值, 乘上这样一个window的区域, 就得到了咱们DW的一个值, 那么这是咱们现在是算的一个DW, 其实呢, DB就更好算了, DB来说啊, 它就没有这个窗口的概念了, 它就是等于Dout上的值, 因为啊, B对自身求导是等于1吧, 1乘上Dout还是等于这个Dout吧, 那么对于X来说呢, 也是一样的, X来说怎么算, X咱们就是要拿这个Dout乘上W了吧, 因为WS加B等于out吧, 所以说, 对X求导就等于W吧, 在这里咱们就用这个W再乘上Dout, 就可以得到一个DX的值, 那么这样就是一次反向传播的值, 咱们是通过这个Dout找这个window, 然后呢, 让Dout上的每一个点去乘上这个window的值, 咱们最终啊, 就是可以得到了, 对于这个DW, DB以及DX值, 咱们都是通过这个方式给它计算出来了, 这样啊, 咱们就完成了一次卷积层的反向传播的操作, 那么下面咱们再来看一看, 对于这个pooling这个直化层, 它的前向传播还有反向传播, 咱们该怎么算, 咱们就拿这个maxpooling来进行举例吧, 对于这个pooling层啊, 咱们首先也是说, 需要把咱们的pooling完一个结果大小给它算出来, 我们看, 先是通过算一个H6还有W6, 跟咱们卷积之前计算公式啊, 其实都是一模一样的, 算完这个out的一个大小之后啊, 咱们就要不断的往out里进行一个直的迁冲吧, 还是进行这四个直的循环对吧, 这四层循环当中呢, 咱们就要找出来这样一个window, 对于这个window呢, 咱们就取这个window的最大值, 是不是就可以了, 咱们看, 代码中咱们先找出来了这样一个window, 找出来这个window之后呢, 咱们就对这个window里边取这么一个最大值, 这么一个最大值呢, 就对应着咱们结果上的那么一个点, 这样咱们就完成了一个maxpooling的前向传播, 可以说啊, 就是说这个前向传播还是蛮简单的吧, 为什么, 因为它没有参数的东西啊, 咱们只是简简单单的算了一个最大值就OK了吧, 没有一些权重参数还有b参数吧, 就是说咱们pooling层啊, 是完全没有参数来控制的啊, 所以说它前向传播还有反向传播啊, 计算起来是非常非常快的, 好, 那么咱们再说一下这个pooling层的反向传播, 这个反向传播啊, 其实刚才也是拿PPT给大家讲过了, 它反向传播等于什么, 对于maxpooling来说啊, 它的反向传播就等于让它是最大值的那个, 最大值的那个点的值等于那个最大值, 其他的值啊是没有的, 对吧, 再给大家画一下吧, 可能忘了, 比如说这个2346吧, 它进行一次前向传播之后啊, 是不是最大值是等于6了, 让6等于这个点了吧, 那么反向传播之后啊, 它是要等于什么, 反向传播完之后啊, 它就等于0046, 也就是说呢, 反向传播完之后啊, 只是在啊, 这也是0, 反向传播完之后啊, 只在它最大值的那个位置是有值, 其他值啊都是没有的, 最大值那个点的值呢, 就是等于它那个前, 就是等于啊, 它这个值的本身啊, 其他值都是等于0的, 咱们拿代码来看一下, 首先啊, 咱们还是找到了这么一个window, 在这个window当中呢, 咱们找到了这样一个最大值, 然后啊, 咱们做一下什么事啊, 咱们是不是说这个dx啊, 它就是等于这个window, 咱们来看, 在这个window当中, 那个值等于这个m的, 它才有值, 其他的咱们都让它等于0了吧, 咱们是通过这样一个代码给它实现的, 再乘上咱们的这个前面传下来的dout, 是不是就OK了, 也就是说这个maxpooling啊, 这个层啊, 其实很简单啊, 只是让最大这个值有值, 然后呢, 再乘上一个上面传下来的t度, 咱们就完成了一个, 这个pooling层或者是迟化层啊, 它的一次反向传播的操作了, 那么这里呢, 咱们来看, 就是说前向传播, 反向传播啊, 咱们都说完了之后啊, 是不是这个网络咱们就可以给它跑起来了, 咱们前向传播, 反向传播都搞定了之后, 咱们就可以来玩这个网络了, 下面啊, 咱们就来跑一下咱们刚才啊, 制定好的这个卷积网络的模型, 大家可以从代码看出来啊, 就是说, 咱们现在这份代码跟咱们上篇讲的那个神经网络的那个CFAR分类任务啊,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, 唯一的不同啊, 就是说我在猫头里啊, 进行了一个更改啊, 把咱们现在这个猫头啊, 改成一种CN, 咱们这个CN的结构, 其他的啊, 都是一模一样, 咱们可以来运行一下, 因为啊, 咱们我这个笔记本啊, 性能比较差, 所以说啊, 它运行起来很慢啊, 大家应该是等不到它完全的运行完了啊, 就是说到时候啊, 会把这个代码和数据啊, 都发给大家, 也是希望大家呢, 能够实际的动手来看一看, 跑一跑, 或者说你debug一遍, 看一看每一步啊, 都做了一件什么事, 在前向传播, 反向传播当中啊, 哎, 这个值, 它是怎么样进行计算的, 如果说呢, 大家感兴趣啊, 也可以对着这份代码, 稍微进行更改, 哎, 能不能进行一些旧化呢, 大家可以发现啊, 就是说现在我用四层负循环啊, 来做这个卷积的前向传播, 还有反向传播啊, 其实是非常慢的, 那么有没有什么方法, 能给它提高一下呢, 大家也可以自己拿这个代码去玩一玩, 也可以看就是说, 现在啊, 已经是正在进行迭代了, 只不过说迭代的速度啊, 非常慢, 这个loss值呢, 也是在下降的啊, 下降的也是很慢的, 那么咱们就不等它完全迭代完了, 完全迭代完可能要一个多小时, 那么关于啊, 这个卷积神经网络啊, 这个前向传播和反向传播啊, 就先给大家讲到这里了,